陳建仁沒辦法 他要待到520嘛 所以那時候新國會開張的時候 開張之前亮哥一直在節目上講 他說最想閃人的就是陳建仁 果然嘛新國會一開議 陳建仁立刻被轟得滿頭包 所以我覺得此時此刻 他巴不得快閃走人 昨天我們來看到的 請導播給我們下一張 這個是張祈凱 在質詢陳建仁的時候 有問他說 你有沒有可能繼續留任 因為傳出有新聞報導 傳出賴清德有徵詢幕僚 希望留任陳建仁 陳建仁趕快說 沒有這回事 我一向熱愛學術研究 之後謝任會回到中研院 繼續從事學術研究 月薪50萬 張祈凱繼續問 如果蔡總統再開口未留 是否會改變心意 陳建仁說蔡總統 請我擔任新日院的時候 就只說到520 我會與蔡總統同進退 剛好在昨天我看到了 周遇寇寇寇寇姐也很快 直接PO出來在臉書說 大人哥續任隔魁 是威廉智慧的決定 威廉就是賴清德 他今天在立法院回答 立委詢問說 要和蔡總統做到520同進退 那賴清德當選人 就要去找小英 幫忙留下大人哥 我先請教亮哥 這個周遇寇是要害他還是怎樣 他都用意為何 他們兩個是仇家 你不要忘了賴清德把陳建仁 趕下來當副總統 這個怨還覺得不夠深嗎 不太可能 因為賴清德手上有籌碼 他怎麼會怕蔡英文 我論文要不要公開 你卸任之後你就沒有籌碼了 對啊 所以我認為蔡英文要作亂 不太可能 沒有什麼籌碼可以留下陳建仁 而且陳建仁是一個能力極差的人 你留下來的筆記檔就完蛋了 我講白了 搞不好國民黨很樂見 當然 對不對 因為你看他回答海巡事件 就有點破碗破摔的味道 就表示說反正我也不幹了 我就給你亂回答一通 連船隻碰撞他都否認 習小平都快瘋了對不對 所以你是把我當作百萬小學堂 那個台中實驗室 他還咬定就是台中實驗室 沒有任何證據 用消去法 可以在立法院總質詢用消去法 這種天才 民進黨再多出一個賴清德 大概就完蛋了 所以我認為不太可能 賴清德現在大概 也是拆著毛在笑 因為他大概不太希望 第一任行政院長政治我也太重 所以本來傳出來像林佳龍 佐隆泰 現在就逐漸好像看出來 好像不是第一任 就是第一任感覺就是過渡性了 先度過這個危機吧 比如說兩岸的危機 你如果政治事態也太重 黨性太強 而且未來還有那個政治的企圖心 那怎麼可能幫我擋子彈 對不對 所以就會傳出一些人 反正都跟政壇沒有關係 這個人也不會做太久 可是不好做 所以大概除了沈榮金之外 沒有人敢點頭 就是這樣 因為來理就是萬箭齊發 國民黨有人磨刀 已經磨了八年了對不對 所以你去想一想 而且這個青壯 那個新任立委那麼多 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第一任隔魁真的很難做 而且蔡英文留下了坑那麼多 對不對 好那可是因為有媒體都在問這個賴清德 就是說是不是屬於陳建仁去任隔魁呢 賴清德微笑沒有回答 很快的走入了 他又參加一個產業的一個發表會 很快走入會場 那至於總統府資政沈榮金也被點名 是接任隔魁的人選之一 好沈榮金受訪的時候否認 他說這都是爆派 都是媒體說的 好不過回過頭來呢 關於這個陳建仁要不要續任隔魁這件事情 因為周玉寇就喊說 那請這個威廉趕快去找小英幫忙留下大人哥 我請教靖平就是說 周玉寇他絕頂聰明他難道不知道陳建仁真的只想閃人嗎 所以他現在這個動作到底是為什麼 還是說我們想太多我們都太全謀了 寇姐只是單純想要跟賴清德裝熟 因為威廉 威廉喊得很清熱 沒錯 就是這樣 後面也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那前面當然之前蘇貞昌那個周玉寇就很討厭他 然後加上強勢還有一些作為 然後有些人沒換掉 有些人重用 讓周玉寇對蘇貞昌很不爽 那現在陳建換成陳建仁之後 因為他至少作風沒有像蘇貞昌那麼強勢那麼霸氣 雖然聖騎士在立法院現在也變成聖鬥士了 也會跟立法委員這個唇槍舌劍 對不對 也會反質詢 民進黨官員都是這樣一副德性 那當然延續下來 至少沒有之前那個蘇貞昌那麼誇張 所以相對的周玉寇會覺得說 那陳建仁至少還能夠 尤其又是小英人嘛 可是問題就在這邊了 周玉寇認為說陳建仁可以繼續用 還公開喊話說要這個威廉 就剛剛講的很輕膩的這樣喊 表示很熟一樣 要變成說這個威廉賴 你去趕快找小英幫忙 然後留下大人歌 問題是這麼做 站在威廉賴的角度而言 賴神他會什麼想 他會說那我以後是不是欠蔡英文一個人情 然後再來另外一個政治角度 以後蔡英文是不是手繼續可以操控我的賴政府 520後的賴政府不管是什麼內閣 那他所掌握主導的這樣一個政府團隊跟內閣 是不是又有蔡英文的人馬又在那邊 我覺得這才是賴清德最擔心的 賴清德其實 我相信他包括今天去出席228 講的什麼三項工程 要團結國家和人民 我覺得他先團結他們自己黨內吧 第一項工作 他今天不是公開致死喊話的時候講到這個 我當然覺得講的是言不由衷的感覺 但是希望他喊話的目標是真的 不要像以前蔡英文說說以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個不必為他的信仰道歉 然後接下來這個又說團結國家和人民 那你能不能團結自己民進黨黨內的意見 能不能團結民進黨黨內各派系 以及團結政府裡面 你想要用的人能夠如必食指的這樣子一個 好好的創造一個有效能 連人然後又不貪污的這樣一個政府團隊 當然全民會受關注會打一個問號 而陳建仁是不是符合他那樣的需求 我也會打一個問號 目前為止我看不出來賴清德會有想沿用 陳建仁繼續讓他留下來阻隔的味道 那陳建仁在那些 閣員團隊就不用換了啊 怎麼可能陳建仁一個人留下來 其他的閣員團隊全部都滾 全部都散人然後大改組 賴清德一定有想要用的人 一定有想要讓他酬庸的人嘛 對不對 就算不是政力軍去 他一定會想要有其他的人 然後幫他去遂行他的賴清德意志 那你陳建仁在永遠是蔡英文的意志 蔡英文的英魂不散 就是520之後政權蔡英文把這個職務章的玉璽 這個國璽交到了這個賴清德手上 可是明明前總統卸任了 那前總統的影響力 權力還會在賴清德裡面的政府瀰漫著 這是賴清德握打之策 其中他都分享權力 而且賴清德他也沒有必要在尊英了吧 在這一塊 當然啦 他就一個精神的象徵 你真的把他當成 那個要每天造三餐要膜拜嗎 所以我不認為賴清德會真的要造 周遇寬他是想要增加他的話語權跟影響力 賴清德不見得要買帳 所以我反而覺得說 當然喊話歸喊話啦 陳建仁在他們民進黨內有他自己個人 他們自己推崇了獨術一個人格特質 或者是他們覺得對他很欣賞 也或許我覺得賴清德會 因為陳建仁必須 相比之下陳建仁畢竟 你當個行政院長還不如回去 上次陽明講的 回去那個中研院 你那個五十萬一個月五十萬的薪水 那不是更高 那責任又不用那麼卑那麼多 然後中研院又輕鬆 我幹嘛在你這邊弄了半天 然後他又可以回去享有這個副總統的禮遇 雖然只有四年 何樂不為 所以不管在陳建仁個人而言 或者是在賴清德來說 雙幫恐怕都會把這個行政院長 繼續留下來視為一個篩潰 死缺 好 那所以蔡委員要進廣告之前 我還是請教一下 所以因為常理來判斷 賴清德這樣要上任 他應該還是會要享用自己人吧 才比較有辦法施展吧 賴清德他想要開啟新時代 他就會全部換人 這不用懷疑了 如果百是舊的人 這個戲的導演就換人了 怎麼演員都同樣一般 會有新劇的現象 他一定會全不改 原來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分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 唯一添加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記轉 對季節敏感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海天家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